英国今天很冷,要记得加一 在英国,能吃到排骨吗? 喜欢那里的味道吗? 怀念这里的味道吗? 不想说我想你了 但躺在这里,真的满脑子都是你 怎么办? 安保公司成立好了 本来该很开心的 但想到跟你还是这样 就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了 很多条都在草稿箱里 大多数都是生活上的小事 日期也都是很随意的 有时候几天发一条 有时候几个月发一条 而唯一不变的却是 每年冬天她生日的时候 都会有一条 生日快乐 我永远的小丫头 程悄悄对着这情深义重的几个字 看了又看 那天,女人没有跟她说的事 在男人把她拉入黑名单的那些年里头 她也写了好多条的短信给她 写的差不多都是同一句话 走好,你就是一个大骗子 回京都以后,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说不要理你都是骗人的 你在我这里是有很多次机会的 我不生你的气了 来英国看看我好不好 我都这么想你了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吗 真的,那些年里头 她都不记得自己到底写出了多少条这样的短信息 只是每天夜里头失眠睡不着的时候 都会拿出来翻看一下 而那些年 她虽然更换手机很频繁 但是这些信息 她都会让人通过特殊的手段 再弄到她的新手机上 无论它们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变故 她都不会删除的 毕竟她那时还小 不知道,也想不到一个人能被一个人伤害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 才会死心呢 你看,今时今日 她们竟然又这样在一起了 再想想那时的绝望和今日的幸福 她垂眸笑了一下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把她的手机放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就如程悄悄先前想的那样 走好起床的确是给她做了她最喜欢的椒盐排骨 还有红烧鱼 还有一个她叫不上来名字的素菜 这是她这么长时间以来 第一次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吃饭的 菜又是这么合她的胃口 所以她就没任何形象地连吃了三碗大米饭 也得亏是邹浩一直都知道她的胃口 蒸米饭的时候呢 多蒸了一点 不然铁定是不够她吃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